这一期给村友们安排一个界面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在切料子的时候呢 切出来的几颗品质还不错的一些界面啊 本来的话呢 当时我是打完做那个手镯的结果 没想到那个料子切出来 它里面全是裂 就连牌子的做不了 还好那个品质不错 还能扣出来几颗这种 颜色比较辣的几颗蛋面啊 可想而知 做一只完美的手镯 它是有多困难多不容易 特别是这种品质高的 第一我们要看它的肿水 还有它的颜色 最重要的我们还要不裂 然后我们就来拿这个三颗来打个比方吧 这三颗的话呢 它是这么大的一个厚姜的一个料子 扣出来的小蛋面 它颜色也是比较洋的 看到没有 品质也可以啊 像厚姜敞口的话呢 你们应该也有听说过 厚姜敞口的话呢 就是它的颜色一定要均匀 像我手上这一批的话呢 它就不会说是有存在这种问题啊 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到界面它的价值呢 我就拿几颗来给你们做一个对比 就先拿这个大小啊 第一的话就是大小 看到没有 一个大一个小 很明显 就是肯定是用料多的 要贵的要贵一点嘛 是吧 如果说在品质相同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用料多的 它肯定价格价值的话就要更高了 然后的话 我们再看它的形状呢 就拿这个 这个呢 它是一个椭圆的 这个呢 它是一个圆的 比较薄慢厚实的一个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能不能看出来 很漂亮 是不是 就是它的种水的话都是一致的 就是它的形状 形状的话呢 它也会造成这个界面它的一个影响 像这种厚实的 厚实圆的这种界面的话呢 它的价值要更高一点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的话就是它的颜色深浅 就是我就拿一个颜色浓一点的 还是一样拿这个来对比啊 这个角度给你们看 就是这一颗 你不要说是看它小啊 但是它金 它的颜色要深 这个的话就要正二八斤的正阳脆啊 正阳脆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正阳绿 还有就是它蛋面里面的一些纹啊 裂啊 还有一些棉续啊 黑点啊 这些的话都会造成这个界面 它的一个价值的影响啊 然后还有就是一点 就是它的种水啊 就我就随便挑一个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像这个 这两个我就拿出来给你们做一个对比啊 像这两个很明显 就是这个的种水稍微要弱一点 这个差不多是在一个诺冰 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冰啊 正冰以上的一个种水了 所以说种水的话 它也会影响这个价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批啊 这批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小颗 这一小颗的话呢 它是这三颗当中品项最高的一小只 也是比较圆润 比较饱满 形状最好看的一小颗了 这一颗呢 它是一个正冰 正冰打底的一个啊 然后冰洋绿的一小只 比较饱满 它里面呢 它倒是没有 没有什么瑕疵 没有什么毛病 像这种镶嵌款式的话呢 就比较适合一些南界 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有特色一点的吊坠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这种 你要说在外面 饰染上价值的话 差不多也到一个 三到四万左右 因为它大颜色要均匀 这两颗的话呢 它的形状都是差不多的啊 我就拿起来给你们看 先拿这一颗给你们看吧 它的形状都是一个 比较偏长一点的这种椭圆 然后这里的话 有没有看到 它这里有一点点小细纹 不过的话也还好啊 它不是很明显 因为它的颜色的话 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阳的啊 像这种的话 我们在镶嵌的时候呢 可以去镶一个那种横镶 不要去树镶 树镶的话就不好看了 要横镶 做一个南界 或者说是吊坠也是可以的 像这颗也一样 这颗的话 相对来说 它会比较小一点啊 这颗它相对来说 会比较小一点 做女界也可以 做简单一点的南界 也是可以的啊 这一小颗 品相 这两只的品相 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价值的话 也是都在一个 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以上 到一个三万块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三颗 这三颗的话呢 你不要看 它的界面小啊 但是它很精 也就是说它里面呢 它是没有任何瑕疵 没有任何毛病的 再加上的话 它的肿水啊 特别好 然后就是它的颜色很阳啊 这一小颗的话呢 就是这三只当中的一个 过头了 颜色很阳 水头很足啊 形状也很好 就是小了一点 如果说是同等品质的话 它的界面 再稍微的大一点点 那它的价值要 翻倍 翻好几倍的 然后像这两颗的话 是差不多的 这两颗它的肿水一样 颜色的话 也是差不多一样 这两颗它的颜色 稍微的要淡一点点啊 要比起这颗的话 要稍微淡一点点 像这两颗的话 其实说实话 我们可以完全去做一小对 耳钉 为什么 因为它的大小一致 颜色一致啊 然后形状也一致 是吧 像这种的话 一颗差不多要在一个 也是一到两万块钱啊 这种 这两颗一到两万 二到三万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五颗 这五颗呢 它是已经镶嵌好掉的了 我只是说拿出来 给你们做一个对比啊 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镶嵌款式 那这两颗 这两颗呢 它的镶嵌款式 你看到没有 它是属于一个 18K白金镶嵌的 然后它周边的镶 镶的都是一些水钻 看到没有 然后像这个的话呢 它的钻会稍微的多一点 要比较亮一点啊 这种 然后剩下这三颗的话呢 就是18K玫瑰金镶嵌的啊 18K玫瑰金镶嵌的 然后钻最多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的话呢 它是一大圈 都是带了一个水钻啊 但满圈都是带水钻 然后这种镶嵌款式的话 就属于 就是比较适合一些 年纪稍微 偏上一点的姐姐 去佩戴它 才会带得出 它的那种气质 像其他款式的话呢 它都是属于比较精致 比较精小一点 精美一点的那种小戒指 特别是这颗 这颗的话就 镶嵌的款式 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啊 对翡翠不了解的翠鸥呢 可能会觉得 我们的内容会比较浮夸 会觉得我们是 故意滑中取宠 去吸引一些围观的观众的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其实翡翠的价值高低呢 它跟我们商家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所以说呢 从商业角度来讲啊 双双是没有必要 去故意浮夸 这个翡翠的价值的 这个的话 对我们的话呢 它也没有 没有任何的好处 因为像翡翠行业 它的价值跨度呢 它是非常大的 就像这种 小小的一个啊 小小的一个小界面 它从几十块 或者说是到几百万的价值呢 它都是有的 所以说它不是用体积去衡量的 知道吧 那翠鸥们 你们觉得双双的这一批新货 怎么样 它值几个比特币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吧 我是双双 有幸被你选中 北翠路上 会你周全 我是双双 好事成双的双 记得关注哦